今天介绍Web Hosting网站托管的服务商 主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是Share Hosting 就是共享主机 第二种的话是VPS虚拟主机 我们可以先到后台去看一下 这两种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这个是Bluhost的Share Hosting共享主机 在共享主机里面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配置都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 像这里进去的话 你看像那个Cpanel 就是File Manager,PHP,Admin 包括所有这些SSH 这些东西都是一键就已经全部给我们配置好了 左侧这个工具栏的话 你要导入域名的话 就点击这里域名 然后要建Wordpress网站 或者是用其他CMS的话 只要点击左边这边MySize 就可以直接一键安装 包括这里邮件也有 这个是VPS的后台 那这里我们就要从机器开始配置 包括服务器设置在哪里 用什么操作系统 性能配置等等 相对来说VPS自由度比较高 但是需要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背景 当然Wordpress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键安装 你点击这里Marketplace的话 这边有一些程序 你点击这里 就不需要额外配置 它可以帮你直接安装上去 但是你看DCpanel的话 它是要额外收22个美金一个月 我们先介绍Share的hosting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hostgator hostgator的话 现在有超过1000万个域名 都是在它这边注册建站 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网络主机之一 它现在Wordpress的话 可以一键安装 保证99.9%的正常运行时间 和7天24小时的全天候支持 而且相对来说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这个的话现在是2.75美金一个月 当然你这边看的话 它这个如果是一个月的话 就10.95美金 它这个是三年是2.75美金一个月 就是说你注重它时间越长的话 价格会越便宜 第二个介绍的话是Blohost Blohost的话跟hostgator 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他们都同属于EIG 但是略有差异化 这个是2021年PC Magazine 就是选择的网络主机 它经常会有不定期的一些 促销的节目 像这边你看 它这边是12个月的话 是这个价格 我个人使用Blohost的 Share hosting 感觉它的后台管理很方便 第三个是hostinger hostinger从2007年就开始 网站托管服务了 然后现在已经是最好的 共享和云托管服务商之一 它的性价比很高 比如说这个的话 它现在是2.99 但是它这里提供的不计流量 可以有100个网站 包括有免费的 每一周的备份 这里有免费的SSL 免费的域名 包括免费的邮箱 而且给wordpress是特别做优化 第四个介绍的是siteground siteground的相比 前面介绍的几个 价格是最贵的一个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这个服务的话 是特别为wordpress做优化的 所以你建wordpress网站的话 你从配置开始 包括域名转移 建站这一系列的工作的话 在它这里做起来 非常非常的方便 最后介绍一个VPS供应商 就是Virtual Virtual的好处就是在于 它专注于较低的价格水平 提供灵活的选择 它就是特别适合于个体 或者是小的企业 这种小规模的用户 并且它是接受支付宝的付款 而且如果虚拟主机 另外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不用的话 随时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停掉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再问你收费